及时新闻综合报道,台中市中青路二段与水南路口金,27,天下午发生漏水事件,路面喷出约三层楼高的水柱,让小孩开心在旁玩耍消暑,台水第四区管理处则紧急停水抢修,当地时各里分别会在今晚11点雨明,28,日清晨4点恢复公水, 民众将影片上传到脸书社团爆料公社,从中能看见中青路二段与水南路口处,地面喷出将近9公尺高的水柱,宛若公共水舞秀,旁边还有二名小孩在旁开心的临水消暑,但有网友认为,觉得应该不要让小朋友在那玩,怕等等马路下线,台湾自来水公司第四区管理处发布停水公告, 悲剧共十个理因抢修漏水相洗停水,当中水囊里,仁爱里,大德里,大福里,和原里,预计晚间11点恢复正常公水,秋错里,文庄里,中达里,玉德里,物长里则是预计要到明天清晨4点才会恢复公水, 节目